小孩的守累赛,今天晚上他要接受六位选手的挑战 第一位挑战的日本拉基亚,刚才被他低头了 日本的拉基亚 第二位挑战来自于宝岛台湾的一提大表哥 大表哥现在对于今天晚上比赛 也是要势在必得拿下小孩 比赛规则是强六 比赛规则是强六 现在对决 小孩跟大表哥展开第一个必得对决 今天晚上来看看小孩的手法 依然是选择罗伯特 大表哥幻象的新的角色,不知火舞 加油 那么现在对决来自于不知火舞 被对方 哎呀 罗伯特这个霸王小权没得上去 慢了,取消慢了 不知火舞这个身材感觉比十四又成熟了很多 腰都直不起来了 太 这个重心有点偏了 咱们来看不知火舞再次cd 想压压压你像 给红中 红中给宝儿飘个瓶 好的 感谢马甘迪士 哇 超受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停地攻击 依然是有罗伯特来打布之后 表哥 其实我 我还是比较服气大表哥的 为什么大表哥他能够 把他敢于去 在比赛当中尝试自己 新开发的角色 这样的话大家看起来也不那么枯燥 不然都满屏幕都是拉尔夫特瑞的话 那也有点枯燥 好了接一眼次走给我 发展前置 不是首类赛啊 对啊 就首类啊 他一个人首类啊 接受六位选手的攻略啊 首类赛形式有多种多样的 好 来一碗 不知后现在最后一丝血量 打破招的化学扇 哎呦我去 两个中间拉尔夫手底是特瑞 今天晚上看来不知后还没有练出手啊 有些许胜术 有些许胜术 两个大汉又开始进行这场三球赛 这次拉尔夫抢先出招 好 好 确凡 好 这招只有拉尔夫用ES技能才能做一个确凡 复充复赛 辅出我跑了这么多年龙套 终于该轮到我 又是个单发 却了 宇宙幻影 觉得表哥能赢这把刷一个 九 觉得小孩能赢这把刷一个六 好了 特瑞想压你想 真的是偷偷下盘了 直接开了bc之后 进行直接升龙一段取消 能量分拳 这里特瑞想潜逃 把音符快 小孩的拉尔夫现在还有 哎呦 可没连上去 还有最后的一哥半的剧量 再次推倒特瑞 但是应该说他的 拉尔夫 还有机会小孩 又来了 这都行 但是他没想到小孩可以这么玩 您在买 我们在买到小孩 帅哥 帅哥